据路透社报道 针对法国总统马克龙关于希望看到俄罗斯被击败 但法国从不也决不会主张要击垮俄罗斯的言论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罗瓦当地时间19日表示 莫兹克仍然记得拿破仑的命运 他还指责法国总统在法俄关系上搞两面派 据路透社此前报道 法国总统马克龙接受法媒《星期日报》采访时表示 法国希望击败俄罗斯 但从来没有且将来也不会主张要击垮俄罗斯 据《星期日报》18日发布的采访内容 马克龙表示 我不像有些人那样认为 我们必须以彻底击垮俄罗斯为目标 在其领土上攻击俄罗斯 这些人希望最重要目标是要击垮俄罗斯 这从来都不是法国的立场 将来也不会是我们的立场 此外路透社称 马克龙是几日敦促谋友 加强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 但他也表示 他不相信俄罗斯会有政权更迭 更是坚信在某个时候必须进行谈判 让我明确一点 我一秒钟都不会相信会政权更迭 当我听到很多人呼吁政权更迭时 我会问他们为了什么更迭 下一个是谁 领导人又是谁呢 马克龙说道 路透社报道称 对于马克龙的言论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瓦 19日提醒马克龙 当你谈论政权更迭的时候 别忘了拿破仑 报道说扎哈罗瓦表示 关于从部 法国可不是从马克龙开始的 拿破仑的遗体 现在就暗系在巴黎市中心 享受着来自国家层面的尊敬 法国以及俄罗斯都应明白 总的来说 马克龙是无价的 扎哈罗瓦进一步说 是马克龙的言论证明 西方不仅干涉俄罗斯内政 还试图对俄罗斯政权更迭 此前 俄方曾多次指责西方 想在乌克兰问题上击垮俄罗斯 据媒体此前报道 俄罗斯驻美国大使安东诺夫 当地时间2月10日表示 整个西方世界都反对俄罗斯 俄罗斯生活在经济制裁下 但现在很明显 西方挫败俄罗斯的计划 已经失败 他表示 特别是在过去一年 俄罗斯调整了经济 增强了军事实力 加强了与非洲 亚洲和拉美国家的多方面合作 匈牙利总理欧尔班·维克托 曾多次明确反对制裁俄罗斯 表示这样做会反噬欧洲经济 他去年9月说 欧盟的制裁措施并未击垮俄罗斯 效果适得其反 引发欧洲国家能源价格飙涨